国防部每年核定补助500万元的牧林经费 作为国府里公益支出以及基础设施改善 而花莲市公所编列其中的465万元预算执行社区道路改善工程 将横跨美轮溪连接国府里的国府大桥美化改善 而27号上午市长魏嘉贤前往会刊 感谢军方以及市民代表会 透过经费补助改善国府里的环境空间 国防部每年核定补助500万元牧林经费 作为国府里公益支出及基础设施改善 花莲市公所善用经费 在国府里办理社区基础建设改善工程 包含路面刨坡以及国府大桥美化改善等工程 市长魏嘉贤27日上午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前往会刊 了解完工情形 我们要谢谢我们军方的一个回馈金 那我们利用这一次也跟所有的乡亲做的相关的一个沟通 那也在今年做相关的施作 那整个国府大桥我们把周边的安全性 然后护栏还有相关的一个装置艺术 都把它做完整的一个呈现 也让桥梁可以患然一新 那再来就是过去因为地震 所遭受到的一个损害的地方 那我们也在之前也做了相关的补墙 然后这一次来做相关的美化 那我们希望这条桥是联通国府跟花莲市最重要的一个道路桥梁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第一印象就可以看到 我们Sakiraya族的一个部落意向 也齐探 也借由这样子 我们把这里变成Sakiraya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聚集地 那再次也要谢谢各单位的一个经费资源跟支持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把所有的邻里打造的更完善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代表会的大力支持跟协助 除了路面刨铺还有桥梁护栏修补及美化 魏嘉贤表示 桥梁四年前成因0206强震受损 施工所借由修复作业让40年桥梁增色伸缩缝 让桥面有缓冲空间 这次运用牧林计划经费 将桥梁护栏修补美化 同时彩绘浮雕 让沉舟大桥结合社区异象 此判凸显Sakiraya族的特色 也巩固居民一条安全回家的大桥 记者长方言华林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